今生高中位属偏乡 不过却一直坚持要走艺术教育这条路 终于在今年货班教育部全国教育贡献奖 校长代表学校去领奖 谦虚地说这个团体奖极有学校的肯定 归功于前几任校长点顶的基础 也还好有这个奖项振奋了全校师生 让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偏乡地区教学资源缺乏 为了让学生有更丰富的课余活动 及多元智能学习 今生高中一直坚持走艺术教育这条路 努力终于在今年被看见 获班了教育部全国教育贡献奖 团体奖极有学校的肯定 也让全校师生都相当振奋 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今生高中位于北海岸 它得天独厚 它有开阔的大海 也有厚实的山 以及非常好的自然生态 更重要的是 这个区域性有非常好的自然人文的氛围 包括我们的艺术师 艺术大师 相关的艺术家 比方说我们有著名美术馆 还有隐藏在这个山林里面 田眼间的一些艺术大师 那都是滋养我们 金山高中这些艺术才华的一个养分 金山高中校长将这次的殊荣归功于前几任的校长奠定基础 还有师生们多年来的努力 从管乐队到直笛队还有原住民艺能班 更加也与金山当地的艺术与人文特色接轨 学生们主动报名著名美术馆义工培训课程 让艺术与生活结合在一起 在前任校长还有师长的努力之下 他已经奠定非常好的根基 那这些根基怎么样让孩子在这样的潜能之下 能够更发挥更能够成长 这就是一个身为一个校长或是老师应该要做的 所以我们坚持的目标就是只有一个 成就每个孩子 让每个孩子在不同面向的才华都能够被看见 被发掘 给他们一双会正式非常的翅膀 让他们透过这样的学习 他可以达到他在不同的面向有更好的发展 金山高中校长说 其实艺术就是生活的体现 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 对美的事物的欣赏及见解 以及对声音的聆听与表演 学生其实早就有专属于自己的鉴赏模式 金山高中期待借由教育的辅佐 要让学生与生俱来的本能激发 为孩子增添一副艺文翅膀 在艺术领域上发光发热 记者料品刊金山采访报道